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明天 就是大家期盼的一年一度的这个 孔雀冥王大法会的这个开始了 不知道你们心情如何 反正法界众生的心情是极其的喜悦 你们喜悦就鼓个掌吧 这个是我们能够活在今天人类的一个大福报 实际上孔雀冥王这个法呢 它是在唐朝时期由不空大士落地推动的一部这个无上大法 那它的这个殊胜之处在哪呢 就是我们无时节生死轮回 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这个肉身这一世 我们的灵叫古灵 经历了很多事 这生生生世世的生死轮回中 我们这个脱骨如山 我的师父跟我讲过 我们脱下的身体的骨头堆起来 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 大家知道喜马拉雅山海拔八千米 我们这个在生死轮回中 在六道里面的身体堆起来 尸骨有这样高 那你的业力有多少 你的一世是一个尸骨 是这么一个东西堆在哪 那你每世累积的业力到底有多少 我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讲过 难言复提众生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众生 那么起心动念无不是恶 你这个早晨一醒来 甚至在梦里起心动念都是恶 还别说是这个活着在这个白天 你的起心动念 你的身体做作 你的口的所说 你的意念的妄动 身口意 这个极力的业障 叫三业 这个是数不清的 这数不清的业力形成了什么呢 就是障碍 这个我们身体生病 然后事业不顺 家庭不幸福 等等的不如意 孩子不听话 等等的不如意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业力的障碍 对我们这些 这个 人生 造成极大的困惑 那么我们用一生的 努力 能不能消掉这么多的业障 能不能消掉这么多的业障 你如果是觉得你能够用一生的时间消掉这么多的业障 你这是持心往下 尤其是在我们的 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修到正果 没有修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水平之前 没有真正的空性正见 升起之前 我们都被这些业力牵引 它就像一个绳子一样 扯着你 牵着你 让你事事不顺 那么有没有一个方法 能够让我们不受这些业力的牵引 然后能够轻快地走路 能够把所有的业障 暂时不对我们干扰 所以是释迦牟尼 特别慈悲 为我们说了一部经 叫大金药 孔雀冥王经 那这部经里推出的 就是我们这次法会的主角 大孔雀冥王 佛母 那么这部经和其他经 不同之处在哪里 它不同之处在于 当你持念孔雀冥王经 诵念孔雀冥王经 诵念孔雀冥王心咒 持念孔雀冥王法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冤亲债主 这所有的包括六道 包括有一些天界的 大家知道天界也有阴阳 也有善恶 也有好的天神 也有不好的天魔 那么包括天界众生 包括阿修罗界众生 人道众生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众生 都不可以向我们讨债 那么只要你持念孔雀冥王法 谁向你讨债 讨债这个方 他要投作七分裂 头痛于裂 大家知道那个字位 头疼的裂成七瓣 像个西瓜 炸开七瓣 这个字位绝对是不是 众生能受得了的 那这是什么 一千二百一年前 第一佛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 是第七佛 那么未来 弥勒菩萨降生人士 是第八佛 说是自从第一佛 七佛的第一佛 开始算起 就开始说之不尽 那么直到弥勒菩萨 降生人间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变成极乐净土 变成这个娑婆净土 弥勒净土 那么都要用到这部经 这个星座 所以是通常讲到七佛 八菩萨 共同宣讲 共同拥护的这本经典 是大金药孔雀冥王经 他的殊胜之处就是 我们无始节 生死轮回的业债 和业债牵连的 纠缠的所有众生 不再向我们什么 讨债 暂时的 不要说他不讨债 因果就坏了 不是 他暂时不能向你讨债 他要拥护你 拥护你去成佛 等你成佛了 在成佛之前 你的法力高强了 你做登地菩萨了 有无量法力了 超度他们 度化他们 把这个所有的业债 在你的空性里面 把它完全化成无量光明 那么这些众生 就因为和你有纠缠 就会从你的成佛中 成道中 获得巨大的利益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是 有人说 他因果不坏 你这样的话 这不就说因果坏了 实际上因果不坏 这个债还是要还的 这是什么 你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受孔雀 佛母明王尊的 庇护众生 不能向你讨债 所以这部经 来自一千二百一年前 第一佛开始说 一直到释迦牟尼 一直到未来佛 弥勒佛 降世 我们这个世界变 极乐净土 我们生活这个地球 变极乐净土 这部经咒 都在帮助大家 摆脱 所有冤亲债主的纠缠 自从我们在东南亚地区 联合台湾开城寺 推出这个孔雀明王法之后 这个参与的大众 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今天时间关系 我就不给大家这个 具体的列举这些事实了 这个网站上都有 很多人参加了 孔雀明王法会 然后诵念孔雀明王心咒 有很多殊胜的心得体验 大家可以去网上学习 那么这是告诉大家 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 实际上是堕落得不像样子了 很多人以为我们人类今天 是进入了文明的时代 实际上恰恰是一个极端 黑暗的时代 这个文明是你们看到了科学的文明 科技的文明 给我们带来了物质的享受 这个房子 车子 生活的城市的环境 大家看到了 都在向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这是高科技的力量 那这是不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象征呢 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呢 只能说这是文明标志之一 不是真正的文明 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 今天现代科技只能对4%的物质世界 进行研究和发现其中的规律 然后利用其中的规律 造福于人类 那么对另外的96%的真实存在的 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空间 以及生活在暗物质世界中的众生 一无所知 因为以我们今天 所拥有的科学手段和技术 完全不知道暗物质世界是怎么回事 只是知道科学认知 它真实的存在 但是一无所知 更不能对暗物质世界的能量 和里面的众生 进行沟通和请求他们的加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极端黑暗的时期 也就是对暗物质世界 这个隐态世界 一无所知 这是一种退化 这是一种退步 这是文明的失落 我们今天人对科学有一个迷信 什么都是科学证明了 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 科学家都交腔投降了 说只能对4%产生认知 和发现其中的规定 你们还在迷信科学 这是西方 以西方为代表的 这个资本家 为了掠夺地球资源 为了掠夺你们成为他的奴隶 为他赚钱 所设下的一个陷阱 就是让大家完全依赖科学 依赖科学技术 依赖科学技术产生的产品 而丢失了自己 丢失了我们真正的 我们的那个真正的我 失去了自己本有的功能 科学不是目标 科学是一个手段 是个技术方法 是发现宇宙实相 和生命实相的一个手段 今天科学极度发展 然后知道我们是由细胞组成的 细胞里面有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有基因 有DNA 这是发现的生命实相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那么也发现了巨星宇宙 这个通过射电望远镜 发现了巨星宇宙 发现了我们的宇宙 是140亿年左右时间 生成的这么一个空间 这都是科学 对我们的开明 使我们不再蒙昧 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 但是这只不过是 发现宇宙实相 和生命实相的一种手段 那么还有一种 比现代科学更高明的手段 和更高明的技术方法 正是因为被科学 大家对科学产生迷信之后 我们把它lost 丢失的 这种手段是什么手段呢 这就是圣贤教育中 告诉我们 要以我们自身小宇宙 来研究巨星宇宙的内求法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比现代科学手段 高级 高级的多 高明的多 它不单可以对物质世界 进行研究和利用 更主要的它是对 百分之九十六的 这样的巨大的 暗物质世界 引态世界 暗能量 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所以是世界的学问 称其量 就是两种学问 一种是什么学问呢 就是以现代科学 为代表的外求法 我们借助仪器 你们现在通讯借用手机 古代师父不通过手机 通过这个在禅定中 meditation的境界中 千里传音 徒儿在千里之外 甚至万里之外 他在禅定中 可以呼唤徒弟的名字 徒弟同步接受到师父的这个召唤 也可以用心音和师父沟通 这种叫千里传音的功夫 这在功夫界 今天还有这种功夫 但是我们今天用了手机 之前是用无线电 现在是用手机 就把这个功能完全替代了 这一替代之后 我们人类不再向内开发 不再向内开发自己这个小宇宙 结果我们把科学不能够替代的96%的功能 丧失了 所以大家在今天 尤其要惊醒 释迦阿姆尼教给了我们什么 释迦阿姆尼时代 他教给我们的是一种 不要利用外球手段 不要利用科学手段 而完全依赖于我们向内求 使我们拥有更高级 更自主的一种高科技技术和手段 来对宇宙时相和生命时相 进行深入研究 并且能够从暗物质 暗能量的世界里面 去获取暗物质和暗能量 对我们生命的改造 这是一种什么技术和手段呢 是远远高明于现代科学的技术和手段 但是因为近几千年的误导 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体人类的共业 对我们的障碍屏蔽了我们的灵性 我们以为这个人类终极的追求 就是科学 我们要追求科学 依赖科学 依托科学 但是科学对我们的灵魂系统 对我们的暗物质世界 真实存在的 科学认知的暗物质世界 一无所知 但是圣贤们 早在几千年前的 以释迦牧尼为代表的 以老子为代表的 以耶稣为代表的 孔子为代表的 孟子为代表的 孟子为代表的 在人类文明史中 目前保留的五大圣贤教育体系 它教给我们的 让我们学到的 是完全 利用向内求的方法 研究自己身内这个小宇宙的方法 对应着来研究 我们身外的巨型宇宙 这种叫前夕科学 所以说我们的教学里面 对于这个部分 完全从正当的社会教育中 提出认为它是迷信的 因为是极异怪说 所以说我们现代教育 只利用以科学手段 科学技术为终极目标的 围绕着这个开展教育 使我们失去了 我们本来具有的灵明觉性 科学的手段和 更加高明的圣贤内求手段 它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差别巨大 因为内求法所使用的工具 很简单 就是你的身体和心灵 然后科学要一大堆的仪器 甚至花几百亿制造一个强子对撞器 来研究这个反物质 但是内求法不同于外求法 科学是外求法 向外求求证 要借助仪器的这些方法 我们通称为外求法 不借助仪器 使用自己的身体 使用自己的心灵 来求证的方法和技术手段 我们叫内求法 咱们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了 它们两个的差别是天差地别 差别巨大 很简单的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到外面很热 你现在穿着这么多衣服出去 要脱掉 要穿T恤 然后就不热 那么 所以这是你的身体告诉你 太热了 你不能穿这么多 你要脱掉衣服 穿简单一点的 夏天的服装 你到很冷的地方 零下三十度 你不穿很多 你出去冻的就哆嗦 这是告诉你什么 这是身体和心灵告诉你 这个很冷 这个很热 是不是 你要换衣服 你要更衣 这是内求法 外求法是什么 外求法是拿一个仪器去测 零下三十度 是很冷 是我要穿衣服 你们是这样的吗 你这零下三十度 你才觉得冷吗 还是你觉得冷 才用科学手段 对你的觉知进行一个认证 科学只是一个认证 说到底真的很冷 冷到什么程度 零下三十度 身体觉得很冷 还用知道 到底零下多少度 不用知道 穿到足够的不冷 身体不哆嗦 穿到这为止就行了 是不是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实验吗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比仪器还好用的 一个科学工具 你人体 你的心灵 就是一个科学工具 你利用这个科学工具 身体这个科学工具 去对外在的依托 生存的 你生存依托的环境 进行探索和认知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内求法 这是比现代科学 要用一大堆仪器 去测量 那么这种外求法 高级的多的技术和手段 我们无非是 存在着对我们外环境的 宇宙实相的认知 还要对我们生命本身的认知 所以释迦牟尼说 他一生没有讲经说法 他只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对宇宙 也就是身体外的 这个依报世界 那么进行研究实相的 研究了他的实相 说出了他的实相 第二件事就是 对生命的实相 对我们这个人体 对我们人体 作为在体里面的灵魂系统 魂魄神系统 魂魄神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灵魂系统 加肉身系统 里面存在的实相的认知 这是真实相的认知 所以他就只有生命实相 所以他就只有生命实相的认知 通过认知的自己 认知的蚂蚁 认知的大象 认知的细菌 认知的外在的所有众生 原来和我们的生命是一样的 也是有灵魂神 也是有灵魂神和肉体神 灵魂神和肉体神的结合 就是生命的实相 那么今天 以西方科学为代表的科学 至今为止 只能对肉体 这个在体进行认知 对在体内真正存在的 灵魂系统 魂魄神系统 一无所知 并且大家否定 为什么大家否定 因为他完全测不出来 你的魂是什么 测不出来你的神是什么 测不出来你的灵 古灵这个经过了若干世 转生到今天的老不死的古灵 他完全是不能够侦测的 所以他因为不能侦测 他一概否定 因为他只能对我们 真实宇宙中的4%的实相 能够认知 其他的一概无知 对超越141年宇宙外的 圣贤所认知的三千个大千世界 他更是一无所知 所以你们细细对比之后 随着你们的深入 未来深入的学习 对宁求法的这种更高明 更科学的手段和技术的学习和应用 你们自己会发现 原来圣贤教育 是这样的伟大 是一个大圆满的教育 是一个全真的教育 这个全是百分之百 那么今天科学只能交给你百分之四 这是科学家自己都承认的 不是张补生教授在这说 也不是圣贤说 这是今天 借着孔雀明王的微神力 借着我们在法界 已经点燃的999盏灯的光明力 我们希望整个人类 包括我们这些圣贤大众 有福的众生来参加孔雀明王法会的 这个广大有福的众生 都能够开启觉醒之门 打开自己的灵魂系统的认知 向内使用内求法 掌握内求法的技术和手段 对自己身体内的结构 和自己身体外依靠它存在的 这个依报世界里面的实相 进行全新的探索和认知 人类进入2020 我在年前给大家讲了 进入了完全归零 阴阳归零 阴阳归零的时空点 疫情让我们逐渐清醒 我们之前人类追求的东西 是一场空 说到生命实相和宇宙实相 实际上这两个实相 是一个实相 这个实相是什么 就是空和有的实相 本体空和圣意有的实相 本体空是我们的肉体 最后会腐烂 会埋掉 由有变成无 那这个比锦归空 世间高楼大厦 山河大地 再怎么兼顾 经过几亿年 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 甚至几十年的变迁 那么都会比锦的空 原来的存在 因缘毁灭的时候 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证明 原本是空中生起来的 最后又回归空 这就是空性的正见 无论是我们的生命 生生世世 也是这样 从无到有 从有又要回去无 那么这就是一个空里生 生了之后 因缘灭时 要比锦无 比锦空 这是空性的正见 告诉我们 所有的东西 都是这样的 万法因缘生 还从因缘灭 那么在他灭的时候 不去执着他 在他有的时候 遵从这个圣意有的规律 然后按照圣意有的规则 去办事 去顺应 顺应这个圣意有的规则 不去冒犯他 去横顺众生 生命如是 我们生命依靠 这个存在的 依报世界 这个宇宙 也是如此 现代科学家 也证明了 全息理论的 这个科学性 这个一个人的头发 可以把你自己 是男是女 是什么样子 然后完全通过这根头发 就可以 DNA就可以解读出来 那这就是什么 全息科学 那么我们人体 是整个宇宙的 全息素影 我们的人体的头颅腔 向天 下腹腔 向地 中空的胸腔 向天地间的 虚空中的万物 所以这是什么 天地人三才 天人合一的智慧 告诉我们 人就是这样一个天和地 以及天地间的众生 全息素影的一个小模型 所以我们通过研究 颅腦腔 可以研究身体外的天 这个部分 研究下腹腔 可以研究我们身体外的地 这个部分 研究我们的胸腔 这个部分 可以研究我们天地间 生存的虚空界 生存的众生 景下 所以 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圣贤教育 释迦牟尼的教育 老子的教育 耶稣基督的教育 孔子的教育 穆罕默德的教育 就是让大家回归 内在来认知外在 从本体虚空 空性明体 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去看待我们面对的 万法因缘生的 有形世界 有相世界 以及有形 有相世界里的万物 这包括了你的房子 包括了你的车子 包括了你的身子 所以这些 都是无形世界中 从无中生起的有 这些都是 因缘有时 它就生 因缘灭时 还归空 这就是 两大实相的 同意实相 所以是大家 要醒一醒了 不要动不动说 佛法是科学 今天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宣言 佛法不是科学 佛法是比科学更高级的 更高明的一种技术和手段 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老师 导师 本师 释迦牟尼佛学习 我们不要搞佛学 佛学是把 释迦牟尼等圣人的智慧 变成学问的 这是从更高级 变成更低级了 这是把内求法 变成外求法了 去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更低级的方法 是把一个更高明 更高盛 变成了更低级下流的东西 我们要跟本师学习 我们是学佛者 学佛者跟佛法研究者不同 在于 我们要成佛 我们要跟导师 老师 释迦牟尼一样 利用这一生的肉身 去完成 这一生成佛的 这样的一个学业 你们跟高中老师学习 要上大学 高考的时候 考试一定要通过 进入大学学习 这就是学业 这就是学习 那么我们的佛学 不是学习 佛学是搞研究的 是把一个学习的东城 包括这个高中 怎么教学 去研究 而不是真正的教学 那么学佛不同 学佛是我们跟着导师学 他会的 我们都要会 我们要成为真正的 跟佛陶一样伟大的人 他的伟大之处 就是可以用自己身体的 身心感应 来和天地同平共正 说在他的教学中 他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心 这个空不空 上下的中 前后的中 左右的中 这个虚空中 可以安立一窍为心窍 在我们人体的 黄庭 黄中 中空 中间中 心中心 可以安立一个窍 叫心窍 在这个心窍里面 我们打开以后 可以进去 整个虚空法界 进去宇宙的心 宇宙的心有多大 进虚空 变法界 含藏了三千个大千世界 当我们能够 证得自己的真心 证得这一颗佛心的时候 我们也和宇宙心 同样地 含藏着三千个大千世界 大家今天 整个人类 都在追求着幸福 追求着快乐 追求着财富的美满 很多学佛的人 认为这个是不应该 这是贪婪 实际上这不是贪婪 这反映出一个生命的 自强不息 对一个终极快乐 终极财富 终极智慧的一种追求 那么我们人类 为什么会不停地 从开始懂事 踏入社会 就开始在不停地追求呢 你拥有了千万的时候 你还想亿万 亿万的时候 你还想几千亿万 所以 永远的没有一个停止 你成为部长 你还想当总统 然后 对这个名誉的追求 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 对财富的追求 对智慧的追求 无厌足 没有讨厌的时候 没有满足的时候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 错误的贪婪 实际上这不是贪婪 这是一种正善的力量 叫正善欲 如果你对这些东西 不追求 自以为满足 为足 不够足够 不够足够的富 不够足够的伟大 不够足够的快乐 你觉得 你停留在半路上 你觉得满足了 这是一种懦夫 这是一种消极 这是恶魔 反倒人生失去了动力 人生失去了一种 积极向上的力量 你不会振奋 你不会自强不息 你不会再去努力 所以我们今天 在末法时期 整个佛法界 道法界 宗教界 传播着一种邪恶的力量 就是大家不要追求 对这些东西 幸福也不要追求 金钱也不要追求 所有的有形的东西 都不要追求 这实际上是一种 恶魔的情境 是消极的 是让人浪费青春 浪费时间的一种教育 那么真正的 积极向上的教育 是让大家追求这些 追求财富 追求名誉 追求社会地位 追求幸福 无厌足 要达到极乐的水平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 释迦牟尼告诉你 你原本是如来 你原本是佛 老子说 你原本是道 然后 孔子说 你原本是天 穆罕默德说 你原本是真主 然后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你原本是上帝之种 上帝用他的种 创造了你 说是 如来 上帝之种 真主 道 只是言语的不同 在石像上 是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这 近虚空 变法界的本体是你 你原来这么大 你是如来的话 你可以含藏 三千个大千世界 地球是我家的 太阳系是我家的 银河系是我家的 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是我家的 然后 超过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的 所有的三千个大千世界的 所有的星空宇宙 国土都是我家的 你的追求 正是要追求这样的 全天下都是你的 这是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你原本 本来就是拥有这么多的 但是你错在哪里呢 错在你用现在的 百分之四的方法去追求 一个有限的心量 有限的生命 有限的智慧 去追求无量功德 追求无量快乐 追求无量财富 追求无量寿命 你的方法用错了 所有的圣贤 他们发现了这个秘密以后 都来教育大家 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 做回原本的自己 什么意思 你原来本来拥有这些 你做回原本 你真正的自己 是不是这些 全部都是你的 掌声一下嘛 你们不要睡觉 要振奋 是全天下都是你的 还不振奋 做回原本的自己 因为这本身就是你的 有一个财主 很有钱 很有钱 然后 不小心流浪他乡 得了一种病 叫失心疯 然后 得了失心疯之后 他就忘记自己是谁了 身边又没一个认识的人 去提醒他 又没有一个大智慧者 觉醒他 所以是 他就 失心疯以后失忆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不知道自己是谁 身上带的银行卡的密码 也忘了 这个银行里有多少钱 也忘了 也取不出来了 然后就只能去流落鸡头 去乞讨要饭 那么 乞讨要饭之后 他觉得又能做点小生意 然后就 又去做小生意 然后赚钱 做了小生意 他又开始做大生意 去赚钱 结果他开始满足了 哎哟 你看看 我现在原来是从一个乞丐 我现在每天能赚一百块钱了 我现在每天能赚一千块钱了 他就觉得自己挺富足的 觉得自己挺满意的 有一天突然呢 有一个大抉择 认出他来了 他说 哎哟 原来就是张卜生啊 你怎么现在混成这个样子了 张卜生说 我现在挺不错的 我现在一年能赚个千二八百万的 这挺好的日子过的 他说你是不是糊涂啊 你看见的这个城市 你看见的这个国家 你看见这个地球 它本身都是你张卜生的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现在拥有这么一个房子 这么一个四合院 哎 这么一个独立室 你就觉得你很富有了呢 那这个整个城市 这整个国家 这整个地球 这个都姓张了 都是张卜生的 你不知道啊 经过这个 觉者的治疗 这个人忽然醒了 这一醒来以后才发现 自己是 无量财富的拥有者 原来他所拥有的那点财富 是很有量 很有限的那点东西 是大家知道 你们就是那个 施心风的患病者 你们原本是如来 你原本是佛 你们原本是无量世界的拥有者啊 你们怎么这么笨呢 你们怎么还觉得自己今生拥有的 已经很满足了 已经很牛皮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呢 你跟你无量的拥有 你是如来 你拥有三千个大限世界 你们去买房地产 追求自己拥有多少土地 拥有怎么样的高楼 这都是施心风人干的事情啊 你带不走不说 这些都是小儿科啊 所以大家追求财富 追求什么东西 都让 都要像无量这个地方去追求 没有满足的时候 但是 换个方式追求 你们这样追求下去会很累 你丢失了原来 本来拥有的 放弃了 又去 心开始重新创造 你多么的没有智慧 这是学一学圣贤的方法 学圣贤的方法怎么做 做如来 不做张不生 张不生 这一辈子要死 你再有千万亿万 也是不够无量 这是做回如来 你不会死 因为如来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然后你不但不会死 你还拥有 整个虚空法界的 无量财富 无量智慧 无量珍宝 这就是诸圣贤的教育 教给我们向内求 证明自己是谁 只要我们证明自己 是如来 这三千个大千世间 这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通通是你家的 通通是我家的 这是内求法的高超 什么时间挣得 活着的时候挣得 死了 你会做鬼 挣不得的 所以只有我们活着 想办法严肃 想办法长寿 想办法 不去那么快地 折腾死自己 你们现在 这个拼命地工作 心脏不好 是不是折腾着 要死要活的 自己好好一个心脏 被你折腾到不好了 你所有的东西 你都是自己烂折腾 你自己安体精神 做meditation 做直观 回去 找到自己的真我的时候 你原本拥有的一切的一切 都会重现 前不久我从新加坡 去马来西亚公干 当进入马来西亚以后 那个路也宽 那个天也高 那个 整个自然界 一片的广阔 看到金马轮 那座高山 我突然就觉得 哎呀 我好富有 为什么 之前我只是拥有一个新加坡 被圈在新加坡国里面 我只有拥有一个新加坡 我现在在南北大道上奔赤 哇 原来整个马来西亚都是我的 原来金马轮也是我的 原来整个马来半岛都是我的 哎 我再往前看看 那个喜马拉雅山 我们曾经去过的三千米的那个黄亭那个地方 我怎么坐在那 然后整个喜马拉雅山都是我 再一看地球也是我的 再一看哎 怎么太阳系也是我的 再一看哎呦妈 宇宙 怎么一百四十亿年 一年的宇宙都装在我心里 再往高空一看 哎呦妈呀 三千个大千世界都是我家 你说我这干个啥劲啊 拼来拼去的 拼出来一个小世界 拼出来一个小财富 哪有这个拥有的多啊 没有掌声就算了 你们要觉醒哎 你要跳出去新加坡 你要跳出去空 你要在法界里看着三千个大千世界 看着个太阳系 看着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这都是咱家的东西啊 都是你家的东西啊 开什么玩笑 你这辈子再怎么挣 你能挣个地球出来 全世界的富豪 再有钱他挣出这个地球出来 大家要知道你们的追求 是没有错的 继续追求下去 但是换个方式 好不好 一定要懂啊 不是让你们越学佛越穷 越学佛越不健康 越学佛越要早死 No 不是这样 掌声一下 掌个记性 今天量子科学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 很高端的地步 量子科学给了我们一个歧视 是什么歧视呢 他说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个人体 人体只是一堆量子在纠缠 你的五脏六腑 你的骨头 都是一堆量子在纠缠 这一堆量子的纠缠 里面有一个磁铁石 就像一块磁铁 吸了很多铁钉在身上 你只看到磁铁外面的铁渣渣铁钉 你没看到里面核心的磁铁 这些上真是因为有磁铁 所以才有外面的这一个形状 洗成的一个形状 我们人生长这个样子 我长得像我爹吗 你长得像你爹吗 谁来决定的 除了DNA之外 使DNA发生作用的那个关键的东西 它是什么东西 今天科学家又完蛋了 为什么 只能对4%的宇宙研究的时候 他发现 不知道是什么在发生作用 DNA在发生作用 DNA它自己会发生作用 不是 这个圣贤教育 施加姆尼 96%的实相认知的教育里面 宁求法的教育 向宁求的时候发现 你的生命体中 有一个不死的名点 这个不死的名点叫古灵 你生生世世 决定你每生每世的 生和死的正是这个古灵 来你就生 古灵死 古灵去你就死 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 死 他先走 生 他先来 这就是生先死后 做主人的东西 那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灵魂体里面的灵 我们人体的灵魂 有灵 是你的古灵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在我们佛法里面称之为心 是你的真心 无染心 第九 这个 第九意识 阿玛罗史 所以是 在阿玛罗史外层 有一层一层像蜘蛛网的东西 是你每一世留下的阿玛罗史 所携带的你内侍的东西 这个阿玛罗史像蜘蛛网 里面很多的网坑 网结 这些网结 就是结着你的 跟别人的和其他众生的纠缠 里面有善的纠缠 和恶的纠缠 这些纠缠 罩在你的 不死的明点的外层 说这个灵 和外面的 携带的这个神石 阿玛罗史 决定了你的肉身 长什么样子 这个灵点的外层的 一层一层蜘蛛网 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蜘蛛网 是今生的神石 来自你的父母 给你从小灌输 以及由他全息给你的关系网 你的舅舅 你的叔叔 你的爷爷奶奶 你的外公外婆 你从小接触他们 和他们纠缠 其中有善恶的纠缠 那么你长大以后 你的同学 你的小伙伴 你的同学 你到社会上 有你的同事 你成立了家庭 又有你的家庭关系网 最后组成了一张网 包在你的神石的 灵明 不死明点的外层 发挥着作用 在第二层 是你上一世的父母 在前面是更上一世的父母 给你的网 给你带来的关系网 以及你上一世结的网 然后这样我们的外层 在新明点的外层 和我们最近的有八层网 第一层网是军事父母 开始带来的DNA 给你带来的他的父母 他的九族的一些缠结 因为通过DNA都带给你了 然后第二层是你上一世父母的 第三层是你再上一世父母的 总共是七世父母 加金世父母 是八世父母 这八世父母的蜘蛛网 如果我们能够让它 向心中心的明空 不死明点 不动明亡点中 坍塌 这个叫量子坍塌 我们就会使这八层网上的 所有善恶无际 这些业障 都在明空中化成无量光 你都把它们给度化了 这就是你可以今生成佛的原因 成就自己的报身 金刚不坏身的原因 所以这些要去除你的业障 你才能够真正修成这样的坍塌法 我们如果不坍塌 不从这个空点中 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去 轰的一声炸掉 我们就会背负这些业债 进入下一世的轮回 所以是我们的心决定了 我们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心决定我们这一世 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带动着我们的心石 心和神石纠缠来的 所有的量子 就像一个磁铁石 吸附着所有的铁钉和铁渣一样 组成了你的肉身 所以夫妻之间慢慢走到老 特别有夫妻下 为什么 你们纠缠来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长得像兄妹了 想长得像一个爹娘一样的 刚开始结婚不像 越长越像 越长越像 这就是证明了心石的力量 心是万法王 心是万法之源 所以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是你的心意识决定的 这是一个高深的八十理论 在专门的课上 我都有讲 今天我们只是做一个引导 不能深入给大家讲 这是量子纠缠 量子坍塌 以及量子纠缠的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的特性 告诉了我们心是万法王 心是我们幸福和痛苦的源头 好好修这颗心 由恶心 不要做 诸恶不做 众善奉行 道自尽其义 这是诸佛之教 因为你的恶心起 恶念起 你启动了恶的磁铁石 同频共振来的量子 都是跟你恶缘的量子 说是一个恶人 从来没看见他 能过到什么好的日子的 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 即便他有财富千百万 他也过得不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纠缠来的 都是恶量子 堆积在他的身上 说到晚年 百恶开始发作的时候 百病丛生 烦恼万千 所以说我们 把不住作恶不作 我们众善奉行 我们可以启动自己的 善的心意识 启动善的心意识 你同频共振来的 就是善的量子 那么围绕着你的身内 和身外的 这一堆一堆的量子 就是善缘 就是你的健康 就是你的财富 就是你的幸福 就是你的美满 那么我们真正想 一生成金刚身 成不坏身的人 你要记住第三句 叫自敬其意 自敬其意 就是心意上 没善没恶 超越善恶的 不二法 变成和虚空等同的 明体真空 你在明体真空的 信念力作用下 你感召来的都是 明体真空的量子 就是无量光身 阿弥陀佛 就是无量光 就是无量寿 就是你自己要通过 自敬其意 才能欺负 招人 这些无量光 来净化你自己的肉身 置换你的善恶因子 善恶量子 然后变成光陨身 就可以实现今生 空性明体身的 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大家知道 今天科学家讲量子纠缠 一个量子对 一个放在地球 一个放在月亮上 或者更远的火星上 更远的太阳上 只要你这边动 它即刻就动 没有时间空间的隔阂 时间大家知道 我这里动 我要打个电话到美国 美国才跟着我动 那这有时间差 时间差 中间差一秒也好 差几秒也好 它也是个时间差 还有空间上有隔阂 我在新加坡 它在美国 但是量子纠缠 鬼命般的力量 这是爱因斯坦的话 完全没有时间空间 它是同步的 这个同步动 这个同步动 那个同步动 然后没有时间空间的隔阂 这个就是大家要借助现代科学的认知 我们不反对现代科学 历史证明 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 都是既重视科学 又重视比科学更高明的圣贤技术手段 两者同时使用 同时兼顾 才能得到人类文明的极大发展 如果反科学 不借助科学 不重视科学 只是走圣贤的这种方法 人类也是会停止不前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是在科学的方法的上面 再来一个极高明的手段和技术 去使用汉物质世界96%的能量 和那个世界里的所有的众生 对你的加持力 全凭神力来加持 神明六道众生 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 一切不可次的暗物质世界里面 是真实存在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 要真正认知的 所以我们这次火供 为什么还供了很多的药 有人问 为什么要供很多的药 我当年跟师父修道的时候 上山 我晚上师父为了利用墓地的阴气 阴中可以生出阳来 可以激活你的松果体 使你看到鬼神世界 所以一般师父 他会带着到墓地里修炼 坟地里修炼 这在佛法经常去坟地修炼 也是这样的 他们叫寒灵 在寒灵里解安 或者是在那打坐修炼 目的是一样的 结果跟师父去修炼的时候 师父是一个 他是西医 一个医院的院长 他本身做西医 外科手术的 他又继承了爷爷爸爸的 这个传统道义 然后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我就看到自己拿着个小药箱 跟着师父 当然这是肉体在那坐着 自己的浑身 跟着师父 师父就去墓地里 每一家每户 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 这个为什么让大家重视孝道 重视祭祀 重视给祖先的坟地 安一个好的坟 要让它高大 让它再好的气血 因为他们在那儿 就跟你现在住房子一样 你要好的风水 你要好的装修 所以是我跟师父去他们的家 就是进去他们的坟 但有的就富力堂皇 有的就是穷穷的 这是什么 这就是显态是什么样子 隐态世界也是什么样子 师父去干什么 给那些人治病 这个治病 然后我这个打坐出来 就跟师父说 师父啊 这个鬼为什么还要看病 师父说 你昨天没病 你今天有病 有病了开始 明天还会有病 那么你要不要看病 我说要看病 对啊 师父说 这叫心相续 什么叫心相续 你活着的时候 你有什么病 没治好 死了之后 还带着那个病 这叫心相续 因为是刚才说 那个磁铁石 磁铁石走了 灵魂走了 去那个世界了 在那变成守时鬼了 其中的三魂中的一个魂 它是全息的 你前生有什么病 他还记着自己有什么病 还要找医生看病 所以说 你今天 你今天有病 明天没治好 明天还要找人看病 这叫心相续 哦 我明白了 后来呢 我在看一个疑点的时候 有一段疑点的故事 挺好玩 阎王爷病了 阎王爷病了呢 他爷要找人间的医生来看病 然后 就问阎王 问他太太 阎王婆 说这个找谁来看啊 这么多医生 这个阎王奶奶给出个主意 说 这样简单 这个拿点档案来 看看谁这个名下死的人少 然后就找那个医生来治病 这不就死的人少 证明他医术高明 治了以后都不死吗 阎王爷听 有道理 说就找来 最后把那个医生的魂神 调到地府里给他治病 结果这个人一看是阎王爷 吓得直哆嗦 阎王说不要紧 你是我的座上贵宾 你的医术高明 然后来给我治病 你哆嗦啥 他说 我不会治病 阎王大怒 说你这个只治死一个人 你看那些人都治死几千几万个人 你只治死一个人 你怎么会不会治病 他说阎王不瞒你说 我治了一个就死了 那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这个 这个是一个 一点里的一个笑话 人家治个几百万几千万 死个十个八个 一两千人 这是正常 谁能不死啊 死人之前也要找人 看病不是吧 这个人治一个全死了 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但是这个也告诉我们什么 原来连鬼神也要给人治病 在我们的医生孙思苗的这个传记里面 龙王也找过孙思苗治病 所以大家身上有病之后 你这儿动手术 吃这个药 吃那个药 实际上都是你的冤亲寨主要的 所以冤亲寨主来要吧 你光吃药也就算了 但是你还要疼痛吗 你还要遭罪 这个罪随受的 所以干脆我们就给冤亲寨主提前吃药 把他病治好了 你们身上不就没有病了吗 这个是什么 这是极大方面的好处啊 所以让大家供点药 然后给冤亲寨主把病治好了 那你身上不就不用吃这个药了吗 关键是你不吃这个药 也不就不疼了吗 你就身心清安了 我们修道人要身心清安啊 身心清安 你不就可以好好meditation 好好地证得这个 你原本是如来的这个果地了吗 那么不单给他们供药 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还知道 你们可以看到吗 不供在这里 还有石子 我们超市里所有的饮料 所有的食品 一样供了一份给法钱 给什么六道众生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们饱足了 你就可以少吃饭了 为什么 这个我们佛法界有一个日中 过日过午不时 为什么过午不时 这个古人研究发现 早晨吃饭是给天人吃的 你跟天人有关系 吃了供能量给他 中午吃饭是给自己吃的 以及跟天地间的众生有缘 你吃了 你能量要布施给他们 晚上吃饭是给鬼吃的 给饿鬼道吃的 给人鬼道吃的 你不祭祀祖先 祖先饿了 也要找你吃点东西 晚上特别能吃的人 实际没什么好事 为什么 你都是给鬼吃的 这个中午吃是给自己吃的 有的人半夜还在吃 那都是给鬼吃的 早晨吃才是给天神吃的 所以是这个 那么既然这样 我们让鬼都吃饱了 让这个跟自己有缘 众生都吃饱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少吃点了 少吃点 你的这个心肝脾肾 五部机器 是不是可以少工作一会儿了 那你的健康就久远了 因为不磨损它 一个东西都有使用寿命 你这个不磨损它 减轻它的磨损 是不是就可以长寿一点 你看没有掌声 哎呀 这是窍诀 懂不懂啊 谁是这个 你看这个 所有的藏密 它都供食子 搞严供 把那些东西堆在一起 然后放上火 慢慢浇上油 慢慢让它全部 给法界着了 这是什么 这是藏传佛教 那个时候没有发明纸张之前 他们就供这些 这个食物 给法界 所有的十乡众生 所有的这个 恶鬼道众生 地狱道众生 接得饱足 天道众生 接得饱足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这个火工 十分殊胜 这在全世界 你们应该有懂得 申请基尼斯世界大权的 要去给我们申请的 这个大权 这个肯定是世界 No.1的 我们历来做的 九大 坛城 九大坛城 按照七佛 八菩萨外坛 加中央一个 孔雀明王坛 这在我们今天的世界 为此一家 独此一家 别五分殿 所以是每次这个火供 来的人天众生 六道众生 以及我们的这个 有缘众生 最多那一年来了一千 一千多人 一千五百多人 那个这是十分殊胜了 所以是我们有这个大福报 以前只有在皇宫中 皇帝拿国库的财力 才能做这样的巨大的 这个坛城火供 我们今天是民主时代 众人食材火炎高 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你们这些功德主 为这个火供 为法会提供了大量的资产 感恩你们 这个 大家记住 全凭心意下功夫 要好好的 按照这个 去用自己的心念 叫什么 舍得舍得 不舍不得 大舍大得 所以是把这些 和我们有缘的六道众生 欠他们的债都还了 帮他们脱离苦海 那就是 他们跟我们纠缠的 都不纠缠了 你就变成无量光身了 你就可以完成法暴化三身的 今世修炼就成到了 所以是大家呢 这个 为什么法界特别的欢喜 这几天 如果你们有感应力 会感觉到自己老是笑呵呵的 这几天 实际上你的祖先在笑 你的冤亲在笑 期待了一年的这些众生在笑 所以整个法界是一片欢喜的 掌声一下吧 为什么要点灯 我们前不久号召大家点了一个 这个九皇爷灯 这个刚好是我们民间 华人传统的九皇圣诞 也就是供北斗九星和斗母 这个斗母实际上是我们光明之母 每一个众生在黄庭 在心中心这个部位的光明佛母 就是茉莉知天天尊 又叫茉莉知天佛母 那么在藏传佛教 直接就认定它是光明佛母 也就是你全身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核 每一个DNA中间的光的源头 是来自自己的心中心 这是法王的成 这是法界的在你心中的全息凝聚点 要叫不死明点 所以在那里面就有光明佛母 它是使我们人体 每一个细胞都能够是光的细胞 然后生成好的肝脏 好的肺脏 好的身体的根本的源头 所以是我们这个一号召以后 很多人点了这个灯 点了这个灯以后很奇怪 他们觉得自己腰杆直了 后腰有人给他撑腰了 那可不是 这是光明佛母给你撑腰 和北斗九皇也撑腰 你这个有他们撑腰 谁敢惹你啊 对不对 那这比我们认识 我们总理都荣耀 那这个天上这么多神给你撑腰 那么我一直以来是想 这个劝请大家 也供供天龙八部 但是你们去了我们大佛堂 一看天龙八部 那么多牌 你家里的空间哪够用啊 怎么个供法 哦 后来 这个 法界提醒 用灯啊 用灯啊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天龙八部 这个供灯 这个给天龙八部送光明 然后 孔雀明王 他的这个也是念起来以后 Oh myura grande svaha Svaha也是大方光明 圆满的意思 所以也供一个孔雀明王灯 所以是供一个孔雀明王灯 和天龙八部灯 把这个天地六道众生 所有的神明都供起来 供一盏孔雀明王灯 把所有的四圣法界 这个阿罗汉 辟知佛 菩萨 佛都供起来 因为这是什么 七佛八菩萨 诸佛共同拥护的 大孔雀明王 佛母 那这个 它是法界里面的 毕如遮纳佛 也是我们的自信佛的等流身 也就是法界 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第一个佛 由他生成整个法界 说是号为毕如遮纳 这个在唐秘叫大人如来 那么在我们这个藏秘叫普贤王如来 那么意思是孔雀佛母明王尊 他是大人如来 也是毕如遮纳佛 也是普贤王如来的等流化身 也就是你供了根本佛 所以是供孔雀明王灯 是这个意思 时间的关系呢 借着这个开幕式 这个跟大家讲了讲 这个佛法的深邃的内涵 鼓励大家继续追求财富的极大满足 名誉的极大满足 地位的极尊贵 因为我们是如来 我们就是天人尊 我们就是伪丈夫 我们就是无上士 所以是这个是极尊贵的 所以是那么 但是劝请大家 不要再用这样笨笨的方法 去做失心疯的富豪 要把失心疯的病治好 做自己原本拥有三千个大千世界的大富豪 成为无量尊 好 最后祝愿我们孔雀明王大法会 将来吉祥圆满 扎西德勒 好了